最近有甚麼玩?為何這裡有這麼多狗呢? 原來是日本插畫家重申一張首個海外個人作品展 Misui The Dog 登錄馬角海市工房一號 大熱的沉疊印章Postcard這裡都有 今天的任務是草齊印章 15個印章還可以換到Misui的扣香石 第一個扣印點就是展覽入口 帶大隻狗狗的顏色超chop 讓我看清楚一點 這裡還有推車可以帶狗仔一起來看見 第二個扣印點是周邊商店 這裡的商品超豐富 環保袋連名T恤 超前Sorry 我要帶這些狗狗回家 除了周邊商品 這裡生活還會有workshop 可以DIY特色狗狗紀念品 旁邊的海市工房二號 這裡有Misui 聯繫本地品牌Coltis的主題cafe 整間cafe都變了狗狗天地 還有限定狗狗特飲 連無鞋食物都有提供 差點忘記做任務 樓上還有第三個確認點 第四個確認點 是旁邊的寵物商品點 這裡集齊了不同的寵物品牌 凍乾零食和狗糧通通都有 來到這裡可以純便幫家裡的狗仔補貨 說明Pest Friendly 狗狗都有得玩 海市工房二號出面 一共有三個玩樂區 適合帶狗仔一起放電 提提大家 逢周末和公眾假期 還會有免費的自貨巴士接送 快點帶狗狗上車 最後一個確認點 就是逃房狗子 完成! 展覽同款背景 GET! 狗鄉石 GET! 來到逃房狗子 當然要進去萬武奇景玩一下 萬武奇景這個展覽 圓能臨的彩色條條 適合小朋友 這裡這麼多東西玩 我的店都放光了 學粉絲本一樣 看看 今個夏天 媽個堂有三大活動 分別是來自日本的 Lizuri特多 互動裝置 萬武奇景 和粉絲本 簡直是回到快樂老家 三個展覽每日都開放 大人小到連狗狗都對 快點來媽國堂 嘗試玩